本分就三種而已 而且都是天然的 所以給小朋友使用也非常的安全 將將 完成啦 是不是很簡單 做幾件主意者的我是非常的開心 那後來基於環保呢 我也開始嘗試自製牙膏 自己做牙膏的優點呢 就是第一個方便 你家裡面有牙膏的時候 不用再去超市補貨 隨時都可以為自己生成牙膏 第二個便宜 其中一個材料也只有 我在網路上買的500ml才180塊 正式售的美白牙膏一條120克 有些會賣到200多300多 第三個成分單純無添加 成分就三種而已 而且都是天然的 所以給小朋友使用也非常的安全 好那現在就來教大家 如何自製爆便宜的美白牙膏 準備的材料有一個保存容器 30克的冷壓粗炸椰子油 30克食用小蘇打粉 以及10滴的純天然薄荷精油 做這個美白牙膏非常的快速 所以你們要仔細看 因為真的很快就做完了 首先呢把這個椰子油倒到容器裡 哎呀這是醒來的 快呀 30克 它跟平常吃麵包聞到的那個椰子粉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天然的 28.8 29.6 好30 接下來呢 蘇打粉倒進去 30克 30 最後呢加入精油攪拌均勻 將將完成了是不是很簡單 這份材料做起來 約莫可以使用2個禮拜 我不建議大家一次做太多的份量 最近這個牙膏不含防腐劑 沒辦法放太久 那精油的口味可以以你個人的喜好去做選擇 你喜歡茶樹 那你就把薄荷換成茶樹 你喜歡草莓 你就把薄荷換成草莓 以上就是今天 爆便宜美白牙膏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